就是说,我们如果对角线的话,类似像这样,对角线,所以对角线,假设说我今天有个条件,那这边的话,这个一个对角线,这边一个对角线,所以它有两条线,那变成有两个条件,那两个条件的话,如果说两个条件,其中一个要为True的时候,就要把底色换一下的话,那你就要分析啦,将来这个东西其实也许我之前,我做一个, 我自己怎么做出来,其实都直觉的嘛,那里面的话就是说怎么样,如果这个数字,有没有发现,I跟J它是什么关系呢,如果I跟J如果相等的话,那就是把它加颜色,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一负I等于J,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,第二个条件怎么样,对角线,这两个你会分析一下,I跟J是什么关系呢, 有没有一个规则性,看起来好像是什么,I加上那个J,如果等于10的话,是不是也是另外一边的对角线,所以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,就把底色换一下,所以如果你可以套用刚刚的观念嘛,因为两个逻辑,所以中间加个O,OK,那所以写完之后,类似像这样, 我们把这地方,给各位看一下对角线,按下去,对角线就做出来,那里面做的方式的话,就我刚刚讲的,里面基本上,第一个就是说,一负,这个是第一个条件,所以你在一负后面,加上一负,第一个,这个是I等于J,中间加个O,对不对,第二个是什么呢,I, 但特别就是要减一啦,因为我们是从二开始,加上J减一,如果两个相加等于10的话,这是第二个条件,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,那我就怎么样,把底色换成什么,黄色,所以呢,也就是这个为,这其中一个True的时候,那就把底色换一下, 换底色,当然将来你也不用10倍啦,如果将来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,建议你,也要知道从哪边找不到,可以复制贴上,OK,可以搞定你的工作的话,我想初期大部分都可以用范本啦,所以你要记得说,哪部分比如说你是格式,那你就可以拿这个来参考一下,那这个地方的话,底色就做出来,然后一样输出, 这个里面的值,那另外一个是一样的,OK,好,那这样的话,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的效果,所以对角线就可以做出来,对角线部分,那另外当然你可以清除格式,再来就对角线,OK,好,大概是这样的,那这个当然有点难度啦,不过基本上也是延续我们前面的课程讲的,包含就是那个回圈,顶多是多一个蓝的回圈,然后再来就是逻辑判断,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个定存部分,定存部分就是说,假设我今天存了50万,那如果我放了10年,然后利率如果是这样的利率的话,那我怎么样可以快速的算出,我里面,如果存在银行多少利率,放多少年,能够有多少本利盒,OK,那这个地方的话,当然我们一样, 有两种方法,一个是公式,一个是FV的函数,这个是用函数做出来,一个是用VBA,所以也是三个阶段,OK,那第一阶段的话,当然我们这个地方用公式,那公式部分的话,当然第一个,它要问你的就是,你要,这个公式如何产生,所以第一个等于,等于,等于什么,等于你现在存的金额, 那这个金额因为,将来向下向右,它固定一定都是在那个位置,所以记得,两个都要锁,不是锁一边而已,